为了服务需要搭公车的就医民众 南投县政府特地推出全台首创的新措施 在医院设置公车倒站及时资讯检视看板 日前揭幕启用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这项措施主要让民众不必站在站牌下风吹日晒 等候太久 为了服务我们南投县天乡 与长者 还有些就医的民众方便 所以今天又推出了我们台湾首创的一个措施 由宏达议员肯定南极医疗团队的用心 可以节省民众等车的时间 是一项很贴心的服务 南极医院由我们院长和我们医疗服务团队 非常用心之下 决定来设立今天的公车倒站牌 使用一次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乡亲时代 来到南极美 不管来就诊 或是来做服务 甚至来这 来跟探班这些事件 可以非常免购 这个公车的时间 所以说这是一点非常贴心的服务 全南投县共有11家医院 同时进行公车倒站 及时资讯显示看板的上线仪式 县议员赖燕雪及曾正妍 都肯定这项措施 让民众感受十分贴心 我们公车倒站 及时看板的一个启动仪式 在我们南投县总共有11家院所同步来启动 那么感受就说 我们军政府卫生局的用心 除了这项畜牌提供到我们8民之外 让我们的乡亲感受最心 就是说南投官的服务员 很多乡亲时代都要坐公车来看板 那么这项畜牌呢 让我们的乡亲时代 除了不用在外面找风拍到以外 都能得到更好的这些 服务的台湖 那乡亲时代 尤其都老回来吃 吃得更正常吃 做七八十块了 他一定都是出门都是要坐公车嘛 要坐公车 接木仪式在南投教会志工们的舞蹈下 拉开序幕 现议员 烂雁雪 游洪达 曾正妍 陈汉立 都亲自到场表达肯定 希望为就医的民众带来更多便利与贴心的服务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允识地人